伟东义终身大事已敲定 作为北大的社学天才 很多人都好奇 究竟多优秀的女生 才能够配得上伟神伟东义 虽然智商高达160 但是伟东义的情商堪用 就连他曾经的高中班主任 都替他担心找不到女朋友 就在舆论议论纷纷时 网上突然出现一个女生 高调向伟东义表白 更名女生表示 对伟东义方心暗许 并且给自己立下目标 要在2022年指导她 此言论一出引发网友热议 评论也是一边倒 有网友怀疑这名女生是个普世女 表白伟东义是想蹭伟神热度 直到盖民女生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 才让攀子们闭嘴 原来盖民女生是北大研究生 作为伟东义的校友 智商学历不用多说 肯定配得上伟东义 从照片上来看长相已十分清秀 如果真的能和伟东义走在一起 也算是郎才女貌了 就在网友们以为伟东义的终身大事 已经敲定时 伟东义却没有任何回应 原来一切都是盖民女生一厢情愿 其实伟东义在之前的采访中已经说过 自己现阶段最重要的还是工作 暂时不会谈恋爱 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 像伟神这样的人类高质量男性 和普通人不同的事 她并不认为结婚谈恋爱 在人生中是必须要做的事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多给她一些空间 不要再去打扰她的生活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评论 我们下方评论 我们下方评论 我们下方评论